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色套件 旅圈 全景式的天窗等等这些 它是选配其他都是原装的 虽然说现在在路上的电动车 比以前常见太多了 但是你说要近距离的接触 甚至试驾到的话 我想机会还是没有那么高 尤其你脱离的都会区 那个机会更是渺茫 所以我今天不仅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们常常在试驾车子 电动车也常常在试 会不会进入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忙区 而我们不自知 所以我今天邀请了一个 我台东同乡的朋友 让他来体验一下电动车 让我来观察一下一般民众 如果接触到电动车 第一次开电动车 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得 最真实的想法 我们直接来呈现给大家 所以小赫我跟你讲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有镜头恐惧症 你看他私下讲话 说很会讲 讲的跟真的一样有没有 来 无事商论 大家好 我是谁 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我们要拍得很神秘 很偷偷 让他表现很自然 可以表现出他最真实的想法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策略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没有来的 白痴喔 他不是瞎子 我朋友是镜头恐惧症 他不是瞎子好不好 那试驾怎么办 我想前面我们拍得比较自然一点点 他应该在试驾的时候 就会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这样好不好 我们策略就这样 好 好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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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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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生 牵我的手干嘛啦 我们在这边干嘛 往这边 1 2 3 救救救 计划是小赫等一下会在这个地方偷牌 这个地方 来了吗 来了吗 我们来了 来了吗 哎 他的麦呢 他的麦给我 来 你现在坐在那边 你没在录影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我穿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哇 你这衣服很厚耶 对 对不对 很厚 要不要那么透啊 太透了可能会看到 他的轮圈怎么那么丑啊 轮圈很丑啊 我觉得很丑 轮圈很贵耶 他这个造型啊 会比较像 就是现在的电动车 都很喜欢做这个样子 他们就是跟一般油车是做这种区别 对啊 不过审美观在个人啦 265万 就是我觉得如果以宾室出纯电的车子 应该不止265万 应该要再更贵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价格就还OK吗 对啊 所以你有考虑过纯电车 有啊 会考虑他一定就是把 后面你可能会产生的费用把它省下来 你才会去考虑电动车吗 就是电动车的话就是 维修保养的生活费用 还有油钱 还有税金 目前的话就是有补助都是完全不用税金 但是政府补助叫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说如果我今天买了之后 然后政府补助结束之后 我就算以前不用缴税 我后面也是要缴税的意思 对 就看政府什么时候你订出电动车 如何课征税 现在一定就是还没嘛 现在推广了 推广了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看那个 很多不同地方的那种充电站啦 他们每一个的那个充电站的样式 都长得不大一样 最明显的就是特斯拉 它有固定的它自己的样式的充电桩 可是很多地方它不是特斯拉专用充电桩嘛 目前各个品牌的电车 他们的充电桩的插草是一样的吗 这个样子讲好了 你就把它想象成 手机的插头 对啊就是有Type-C啊 然后苹果又有它自己的规格啊 对对那你就把特斯拉 想象成苹果的插头 然后其他品牌的车呢 都共用 就两个对 在台湾几乎就两个最主流 第一个慢充 就叫J1772 第二个如果你要充快充的话 那就CC-S1 快充跟慢充长得不一样 可以看吗 可以啊可以看啊 不要讲太多名字到时候你搞混 反正以前特斯拉有它自己的头 然后现在呢又改了另外一个头 简单来说就是特规头 这样你比较好记啦 然后这个就是 特别的规格的头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几乎几乎在台湾就是统一规格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你到哪里都可以这样乘 这台车它的特色就是有期人座 因为它本身车的空间高度没有很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像我们两个坐在这个最后面 基本上头也不能伸直 原厂的建议嘛165公分再去做第三排 那因为这台车它是电动车嘛 所以通常电动车它的电池 就会设计在这个下面 中间底盘的下面 对这个最低的地方 它就是放电池的地方 这样做我感觉不出来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脚 这边比较往上抬 这边啊 因为这边大概还有这样的高度是放电池 这个感觉没什么质感 真的为什么 让我觉得有点点价感 就是塑胶感太重 塑料感 嗯不值钱的感觉 你还是习惯以前做孔洞的样子 嗯也不一定是孔洞啊 但是怎么样呈现出精致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是设计师的想法 但是用塑料感 你刚才讲塑料感重 的确就会让我觉得它比较没有质感 其实以前为什么 这边水箱护照会有很多孔洞 是因为引擎要吹风了 对啊 那现在它不需要啦 它就把它封起来 但是你说为什么还要有这一块 嗯 我觉得就是要让你习惯 嗯 现在它刚刚说行车已就绪 就是已经可以开了嘛 对不对 它这边如果有写一个Ready 嗯就是可以开了 你是不是有点不习惯 对 因为以前 对 以前就是发动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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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现在很不习惯 随便用随便用 随便用 中央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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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央的仪幕 嗯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两个都10点多寸 你可以接手机啊 AppleCup MJ-Uauto 或者是内建室啊 我跟你讲这厉害 會啊 為什麼 質感啊 跟 我覺得就是一種 給自己好一點的車子 算了 我們先去開好了 反正開完你就知道你又不用買了 突然間沒有聲音真的不習慣 不習慣 安靜齁 你第一次開電動車嘛 對不對 第一次 這台車齁 228匹 228匹 390牛米 怎樣怎樣 掃掉那個變速箱的混檔的感覺 不習慣 直線加速不會停那種感覺 但是你 我們以前變速箱 但還是可以享受一下 那種換檔的感覺 還是很舒服的 有一種輔助煞車的感覺 對 它現在低AUTO 它該減速的時候 它會偵測到 它就自動幫你減速 然後同時回充 所以它續航里程 才可以一直增加 電車好像如果有開啟 這個回充功能 都會有一種煞停的感覺 對 來Sport 試試看 這很快耶 真的很有力耶 其實很有力啊 很有力啊 很有力啊 跟你想像的電動車一樣嗎 我會對電動車覺得是 它不可能怕得比油車快 那你現在覺得呢 你現在覺得呢 這是四輪驅動的喔 前後各一個馬達 然後再來就是電池 它安裝在底盤 所以你看喔 這是修旅車 但是你感覺它的重心 你有沒有發現它沒什麼側錢 對 因為它這個電池 大概就五百公斤 喔 對 四五百公斤在這邊 喔 開起來感覺 感覺它比它輕很多 輕很多喔 我跟你講 這就是電動車 很有魅力的地方 然後這台車還有一個選配啦 是什麼 電子懸吊 也就是現在用S檔嘛 所以懸吊會比較硬朗一些 有些要幫你調味 Comfort 我一直都覺得電動車很像魔毯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就沒有聲音啊 沒有聲音 然後很像在飛啊 少了聲音這件事情 真的是少了一點 那種機械 機械熱血的感覺 熱血的感覺 對 真的是少了一點 那它已經沒有引擎了 那它為什麼還要做這個換檔撥片 它看起來叫換檔撥片 但是其實不是 好 你去貼 現在去貼近那台車 然後放油門 然後你看看會發生什麼 你不要踩煞車喔 快速跟上去 然後放油門 是你踩的嗎 不是 對 這個是D-AUTO 代表 讓它 來幫你控制 回衝的過程 剛剛那個其實不是煞車 那個是利用電動馬達回衝的時候 它會產生阻力來煞車 所以你用電動車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的來電片會很小 剛剛不是用來電喔 剛剛是在回衝喔 利用回衝來減速 這樣夠聰明吧 那它剛剛減速的時候 是因為它自己去偵測跟前測距離 對 沒錯 然後必須要減速的時候 對 然後順便幫你減速 然後回衝 好 好 然後現在用換檔撥片 隨便撥 有沒有發現變成D了 好 再撥看看 D-減 好 再撥看看 有沒有看到D-加 這個代表的是它不同的回衝程度 這個要自己煞車喔 要自己煞車喔 現在不是D-AUTO OK 所以它的回衝就比較少了 你有感覺嗎 有 因為它就比較沒有那個阻力感 比較滑順對不對 對 就是一般像我們開右車的感覺差不多了 好 來 再換 D-減 對 D-減 好 放 喔 更多了 所以D-減的話是回衝最多的 D-減有點像 電動車特有的叫單踏板模式 你看你在開的時候 你可以用電門加速 可是你要煞車的時候 你放開電門 是不是就煞車了 喔 來令 消耗零 但是用D-減開起來很不舒服 這個是需要時間習慣的 因為很多人用了電動車之後 都說我不習慣單踏板 但是久了之後他會發現 我的腳只要專注在油門上就好 煞車的時候就是放開 但是你放的時候 你放的動作要很細微 放多放少 對 來決定你煞車的力道 所以你剛剛說的換檔撥片 在電動車 在EQB上面 就會變成它的回衝力道的大小 有沒有 它煞車力道其實是很大的 對啊 對 所以你只有緊急狀況 需要去踩煞車 所以它才可以實現單踏板的操控 我跟你講你今天都還沒有上高速公路測試 Level 2半自動輔助駕駛 最新世代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一啟動之後 它對於標線的偵測非常快 幾乎是你一按下去 它馬上就偵測到馬上開始維持 然後加速跟減速的過程當中 很線性很舒服 這個是新世代 觀念要改啦 觀念要改 我們剛剛的講話過程是有些路的嗎 剛剛都聊完了等一下聊什麼 小赫告訴他真相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偷拍 所以從剛剛一直在偷拍 已經錄完了 已經錄完了 錄完了 喝酒 說說說 喂 所以你覺得電車開起來怎麼樣 真的它是非常輕那種感覺 而且它的操控性能加速感 超級滿意啊 它這個動力還不是到最大 它時速0到100公里 還需要8秒 就沒有到很厲害 但也不慢 但不是最厲害的 因為它之後可能還會再出 更高等級的 或者是功率更好的馬達 它速度可以再更快 但是8秒已經可以 滿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啊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電動車 它的數據沒有到很好 但是開起來 比你預想中的還要好太多 所以好結論 你體驗完電動車之後 你會不會想要入手一台電動車 我指的不一定是賓士的電動車 會不會想要從油車換電動車的意思嗎 對 會啊 絕對會啊 開銷上會改變很多嘛 所以開銷上一定是第一個 就是最直接的反應 就是我覺得我應該會想要節省這些開銷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操控性能 已經跟油車給你的感覺是 兩個不同的東西 雖然說一樣在開車啦 但是就是開起來的感覺就是已經跟 傳統油車的那種車子的反饋是不大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對 而且它這種單踏板設計 就會讓你可以很多地方越來越輕鬆 嗯 甚至是 有時候如果真的不小心的閃繩啊 都可以解決避免掉很多的可能會遇到的風險 還有它的科技等等 對 那充電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到你要不要入手套 如果是半小時內的充電時間的話 這樣子的功能性 我應該會選擇妥協充電 OKOK 我會妥協 好 了解 我會妥協 非常不錯的心得 我最後補充大概兩點 以你的心得啦 補充兩點也請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點就是充電的時間嘛 對不對 這個問題它是可以克服的 你在家裡裝一個充電裝 你幾乎可以滿電出門 里程大概是330公里到400公里 差不多 就這個range 你一天開不完的啦 然後你每天回家 因為我昨天從台東開來台北 我開了500公里 那你中間 那你中間休息站就是30分鐘 10%衝到80% 就這樣去吃個飯 找你打一場傳說 對 打一場傳說 時間就到了 對不對 所以它是有辦法可以克服的 最後最後一點 就是我一定要請大家注意包含你 就是說不要為了省錢 多花到錢 對 注意喔 保養的費用的確可以省很多 稅金的費用的確可以省很多 油錢可以省很多 但是目前電動車的狀況就是 量產的數目不夠 汽油車是全世界的人一起來攤體 對不對 但是電動車呢 是全世界少部分的人來攤體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不論哪一個品牌 它推出電動車之後都會貴一些些 那這些貴的錢 你多付出去的錢 你能不能省回來 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你還是多花錢 喔 所以這個都要算清楚 好不好 這個是我最後要提醒各位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啦 純電的生活 一定是未來我們會慢慢 就是進行到的未來師 所以在現在提前的去了解它 即便你沒有要購入也沒有關係 我都非常建議大家 可以實際到展間去試一試 所以你絕對是有辦法 千萬不要 試了就買了怎麼辦 試了就 恭喜恭喜恭喜今天特成家 幫他聯絡業務訂單拿過來 旁邊就展監了 謝謝別 請願 請願 好啦我是宜晨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要問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你要問到什麼時候 恭喜恭喜恭喜 可以嗎 恭喜恭喜 恭喜